清晰颜兆五毁灭及双眼皮手术术后必不见面已读不回 这次受害者也不隐藏了直接指明清晰颜兆五直接把他双眼皮割烂术后诊所咨询师直接放声 受害者医师也必不见面现在是宁愿花钱请律师也不愿意挽救受害者直接表明老子我宁愿告死你也不愿意救你 但是究竟是怎么逢的受害者感觉像是被颜兆五下骨一样一条虫长在眼皮上 但清晰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小蜜蜂诊所利用一群网美去招揽客人但是收了钱却不善后为什么听起来像老鼠会 那其实就是靠高额的用精力又这些网美招揽客人那再找一些资浅医师来消化手术看能不能练一练变大师练不成反正也不打算负责任 颜兆五就很类似这样的医师近期也发现颜兆五似乎离开清晰那这个部分应该是客宿太多被诊所驱离 但听说颜兆五后面变成了法乔院长等等 这不是传说中法乔鬼杀队骂那法乔鬼杀队专门把人当鬼杀专出奇葩医师动不动就叫爸爸 你来我们这边如果超过三次你可能就有危险 现在看来颜兆五是被鬼杀队认证了那接下来就是看我们的新队员会不会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你各位就小心了 小编这里还是奉劝各位不要再被这些甜言蜜语欺骗还是多多做功课多多咨询 眼圈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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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